搜救人員穿著全套裝備 站在山壁一側 緊緊拉著繩索救援 還看到其他救難人員 攀爬在幾乎90度的山壁上十分猥褻 消防隊緊急出動 就是要把遇難的山友救出 消防局下午1點多 透過空拍機發現 在100米深谷處 隱約看到一名男子的身影 比對身上衣物後 確認是墜落的陳姓山友 晚上7點04分 山秀小組回報 已經將陳姓山友拉到品田山三角點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消防局出動10人搭乘直升機 趕到現場進行搜救任務 原來有一組登山團 總共有6人 是5天4夜的行程 從台中武林進入 新竹武峰離開 沿途會走完武林四秀 沒想到登山第三天 26號經過武林四秀之首品田山 因為路面結冰失滑 67歲陳姓山友不慎滑道 領隊伸手救援也雙雙墜落 陳姓民眾因不慎踩到傑兵路面 而滑落珊瑚 吳姓林對劍狀立即伸手要去拉住他 而兩個雙雙墜骨 登山團其他人一度無法目視墜落位置 呼喊也沒有回應 趕緊通報消防局救援 在晚間之前 兩人都已經陸續被巡獲 還在進行調掛中 由於已經入夜 也讓搜救行動變得更加艱難 TVBS新聞陳世銘 宋家鑽 新竹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爹 我 謝謝 小鈴鐺